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 我们的节目在YouTube上有专门频道 欢迎大家踊跃订阅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 台湾民主实验室执行长吴明轩先生 来我们的节目 同我们大家谈一下他们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 叫打台湾不如骗台湾 那这本书是大快文化出版的 由沈柏阳吴明轩和台湾民主实验室 逐笔的来写的这个书 他主要是通过五十几个问答题 来回答这个中共对台湾的认知作战的方方面面 那吴老师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水板先生好 大家好 吴先生这本书是你同沈柏阳和台湾民主实验室的同仁一起合作的 请你先介绍一下台湾民主实验室的情况 这个民主实验室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它是什么样一个背景 它有什么样的目前的规模运作状况 还有主要的研究成果 台湾民主实验室是非营利组织 那我们2019年成立到现在 那大概将近五年的时间 那当时最早开始要成立的时候 其实最的契机就是在2018年的选举的年底的选举 那我们看到有非常多这个假讯息或者是这种认知作战 或者是有规模的这种网军的操作 在介入台湾的大大小小的选举跟这个政治 那所以当时我们就认为说台湾其实应该要有更多的人 能够投入这样的研究的领域 然后来帮忙辨识哪些是这个中国 哪些是我们自己民主社会里面 本来就有的不同的意见 那怎么样做这个区分 那另外一方面是在2019年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感觉到这个国际上面 其实还不是对中国的这个影响力 跟它中共的这些认知作战也好 或是它的这种统战 在全世界散布的这些大外宣 不是那么理解 所以当时我们也有因为这样的种种的原因 就想说那我们来成立这样的一个机构 所以我们不但做很多这种 跟认知作战有关的研究 那也做很多这种国际交流 来帮助就是各个地方的公民社会 或者是各国的政府 去了解说中共在这些 影响力作战上面的一些手段 那沈柏洋是我们当时的理事长 直到他被民进党称召成为立委 所以这四年之间 大概也是他来带领我们的团队 很多的同仁 做很多这样的研究 所以今天这本书 其实就是把我们过去这五年 综合的研究成果 就是做一个整理 希望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可以让社会大众理解我们在做的事情 以及理解这个议题 这本书我当然仔细读了一遍 它确实很容易读 因为它都是问答题 然后一般中学生也能看得懂 然后长辈们也能看得懂 每一题都可以单独的拿出来看 这样的话是非常易读的一个东西 我们就直接来谈这书里面提到的一些内容 先讲一个基本的概念 中国对台湾的认知作战 我们先要回答什么是认知作战 常见的认知作战的方式有哪些 这个认知作战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统战的策略一环 就是他们对于 我们就说这个书名 叫打台湾不如骗台湾 就是针对他可能有的侵略的行动 或者是他的其他的政治的目的 他用这种影响民主国家或是民主社会的选民的想法 那这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一种作战的方式 所以我们其实也感觉到说 其实很多人会把这个政党之间 就是台湾这个国家里面 政党之间的这些攻防 就是也称之为认知作战 那我们觉得不完全是正确了 那对我们来说 这也是我们想要出版这本书的一个 其中一个契机 就是我们来谈说 既然叫做作战 那这个作战是国与国之间的 的这种作战的手段 那他这个作战 他的手法大概是哪些 那我觉得常见的大概就是包含就是 去试着分化 不同社会上本来就有存在分歧 不同意见的人 那我们看到在尤其是在美国 或是像台湾这种 比较polarized的这种地区 那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案例 就是说他会在某一群人里面 不断的散布 就是说另外一群人很坏 那在另外一群人里面 他也散布同样的道理 所以他不是只有帮着某一群人 他并不特别站边哪一群人 他是希望两边打起来 对 他希望两边打起来 比方说在美国2018的案例 就是俄罗斯的网军在推特上面 他会在左派的社群里面 不断的散布说 你看这些白人警察 就是打黑人 这些非常的可恶 那就是要把对手 形塑成他们是敌人 是坏人 那让这个社会 进而就是分化跟分立 所以如果说 在台湾的案例来说 如果大家觉得 政治立场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他很坏 或者是觉得 怎么有这样的那个 那有可能是认知作战 在背后的操作 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社会 没有办法就是取得共识 没有办法团结 那尤其是当我们像是在国防外交 这种需要整个国家高度共识 才有办法往前的这种政策 那如果这个社会之间是没有办法对话的话 那就震重我们敌方的这个下怀 这样子 是 事板先生 我们以前曾经有说过这个 打台湾不如买台湾 现在变成打台湾不如骗台湾 台湾是不是很好骗 我觉得也有好骗的地方 也有比较不好骗的地方 但是说我觉得 就是说 一个是欺骗 一个就是说挑动内部对立 我觉得 但是在台湾 像这个民主实验室 我也过去采访过 我又写过很多文章 但是如果说 我写的文章在日本发表的话 日本的民众基本上能够 基本上的民众能够接受我的这种想法 因为日本民众 百分之八十九十是对中国有强烈的警惕感 中国也通过各种方法在对日本进行渗透 但是在台湾 我只要一提认知自然四个字 大家马上反映是 就是有一群人会反映说 你们是民进党的侧义 所以只要一提认知策战的话 马上就在政治上给你分话 这样的话 其实我觉得 当然说 我们觉得 我们并没有任何要帮助民进党选举 或者知识民进党的意思 但是认知作战 确实是一个台湾非常非常深刻 严重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在台湾 很多人是不能提的 而且很多人一听到这四个字 这条件反映 就是说 他也许在别的理由不喜欢民进党 但是一提认知作战 那你们是民进党的侧义 这个我们就拒绝听 他们拒绝听这些 在台湾这样这种人 我至少我认为有三成 或者是有时候甚至会更多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这个其实某种意见 也是他的认知作战的成功 就是说他对你的威胁 他然后骗到你认为不是威胁 而是有一部分人操纵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 他也算是蛮成功的 但是说我觉得对有些认知的人 说中国怎么好 中国怎么生活怎么好 这些东西我想大部分台湾人 还是头脑比较清楚的 他们知道那地方是没有自由 没有人权的地方 所以在这方面是认识的 还是蛮清楚的 你这个基本概念就是 中国对台湾的认知作战 实际上是一种军事作战的一部分 它就是无时无刻不在 而且即使将来真的军事作战开始了 他认知作战还是会继续进行 那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 打台湾实际上是不容易的 不然中共也不会喊了75年 还没有打过来 那打台湾不如骗台湾 骗台湾就是要用认知作战 洗脑台湾人 让台湾人不战而降 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台湾 自己投降 不战而降 那中国对台湾的认知作战的威胁有多大 现在情况有多严重 就如同这个主持人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打台湾当然是成本非常的高 而且非常的不容易 那站在我们的敌对方的角度来想的话 那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台湾人本身 失去了这个抵抗的意志 又或者是我只要用恐吓的方式 就可以把你逼到这个谈判桌上面 来签这个和平协议等等 所以他针对的这个内容包含 就是他要去试着孤立你 让你觉得说全世界都不可信 只有中国是可以信任的伙伴 美国 日本 这些西方国家 他们都是骗人的 所以他们就会不断的制造这些阴谋论 然后试着让你对这些国家没有信心 那同时同步的 像我们在俄罗斯乌克兰的 这个战争的案例里面看到 俄罗斯也不是只有在乌克兰 散布这些假讯息 也不是只有在俄罗斯 他在全世界四十几个国家 散布他的这些认知作战 那就是攻击这个乌克兰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降低 某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 某些国家就觉得 那我要保持中立 这不关我的事 乌克兰好像也有问题 所以他要试图制造的就是这个 所以放到台湾的情境的话 我们就可以想象说 可能在比方菲律宾 日本 那中国可能也会去 针对这些地方去做一些认知作战 那来针对台湾 来攻击台湾 像我们在去年就看过 这个印度的事件 就是台湾要引进一度移工 然后在台湾 有人就抗议说 这些印度移工不要进来 那就讲了很多很歧视的话 那在台湾当然是没有造成非常大的回响 可是在台湾的主流媒体 真的就是大肆报道之前 其实在印度 反而在印度的媒体 跟在印度的推特上面 大爆发出来了 那其实这个是 我们认为它是针对 当地的那些民众 要让印度人觉得说 台湾人都是这样子 歧视我们 所以它的目的大概是这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 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跟 没有办法清楚的认识到说 有一些这种资讯 它可能不是自然的 或是它不是属于我们 民主社会里面 众多多元的意见的一部分 而是有人他刻意的花钱 然后在投资资源 而且甚至有战略目的的 在进行这些 campaign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 需要大家多理解 你能不能大概跟我们分类一下 你观察中国对台湾认知作战 已经五年了 那常见的中国对台湾的 认知作战的方法有哪一些 然后未来还可能有哪一些方法 继续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 大概分一下 告诉我们的观众说 你平时日常生活中 大概会碰到哪些状况 实际上背后是中国对台湾的认知作战 其实这个认知作战 它有各式各样的方式 但是它环绕的一个中心点 大多绝大部分是 它要创造一种虚假的民意 这种虚假的民意 就是比方说 它用很多这种假账号 创造出来说 好像有很多台湾人都是这样想 或是好像很多台湾人真的对某些事情很不满 然后混在一些真人里面 去试着带风向 这个是最常见的方式 又或者是创造虚假的民意 有时候它也不一定要用假账号 像去年我们就有一个媒体被起诉了 那就是这个记者 他从头到尾做假民调 假民调说 国民党跟民进党5050 甚至国民党超过一点 所以不要投给第三四例等等 后来发现这个人 记者好像有去中国来往 然后有收钱等等 所以他后来被起诉了 可是他的目的就是这样 他创造这个虚假的民意 是为了要去试着影响中间选民 或者是还没有决定 还没有做决定的人 然后让大家觉得 好像别人都这样想 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核心 那透过不同的管道 比方说媒体对媒体的合作 中国的官媒 他会直接的进到某些台湾的媒体 跟他们签合作备忘录 甚至直接有这个 在自播节目的这种合作 或者是像2019年的时候 这个路透社 Financial Times都说 中国时报的记者 有记者给这些外媒看到 他们跟国台办签MOU 说每天会有人打电话来 到编辑室决定头版是什么 那这些媒体的合作 或者是刚刚讲的这种小粉红 对不对 他有很多这种网路上的这种 真真假假 可能是机器人 可能是网军 也有可能是真的中国人 你分不清楚 那又或者是这种透过台湾的在地代理人 他用这个公关公司 去找一些网红 然后来自播一些特定的节目 他是有脚本的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 在同一时间 在抖音也好 在Facebook上面也好 讲一模一样的话 他们是真人没有错 他们也是台湾人没有错 可是这个背后是有公关公司 就是在给他们这个资金 给他们脚本 要求他们讲特定的这个叙事 所以大概是有这些方式 石板先生 你也有注意到 最近好像有一个例子说 台湾有个电视台 做政论节目的时候 中国有记者 在政论节目的现场 就指挥他们 应该问什么 说什么 这种状况 但是更多的像他说的 在各种社交媒体上面 有许许多的账号 会制造一流量 大家同一个时间 对某一件事情 同时发布类似的声音 然后就会造成一种 好像社会效应 好多人都在关心这件事情 都在表达同样的意见 实际上可能背后 只是有一个小伙子 在中国什么长沙的某一个地方 按了一个电脑 控制了100台手机 在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接受 这现在就是 现在的法律 对这个认知作战的 有一个极限 它就是很难 很难比较控制 刚才我讲 就是刚才你讲的 就是说 有一个中国的官媒的身份 对 对这个台湾的电视台 的某些节目 如果他是指手画脚的话 这个是很明显 那么但是说 因为他本人的身份很明显 但是我们随便找一个台湾人 如果他的想法 他拿的钱 做的事情 和那个官媒的身份一样的话 这个可能在台湾社会 就根本没有什么反应 如果他是一个台湾人 或者他就本身就是一个 这个电视台里面的职员 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所以说 我觉得 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网上 同一个时间发表 同一个时间发表同一篇文章的话 这个要被认定是政治认知作战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了 认知作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他并不是百分之百是 就是是 涅造 这个假信息 他比如说台湾的 这个鸡蛋很贵 或者说台湾的治安不好 然后他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这个确实是有这个事情 只是这个事情可能 比如说台湾鸡蛋很贵 如果把你退几步 放在全世界比起来 那个时候全世界鸡蛋都贵嘛 对 那台湾鸡蛋很贵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他把全世界的 这个鸡蛋很贵的事实 隐蔽出去 只比较台湾的和过去 这样的话就容易 变成这个人之作战的 另外一个 就是说 比如说治安不好 治安不好的话 他举几个 这个恶性的治安的事件 这个确实是事实嘛 但是说 如果说你在台湾的历史上 比起来 现在自然是非常好 非常好的 但是他把这个事实 引过去了 这明显的造成带风向的事情 但是这个如果说 你要是去法律去判他 因为他没有讲旁边的事实的 这个背景资料 这并不违法嘛 所以说你很难判断 他是有罪的 所以说现在的认知作战 在现在的法律上 其实即使你拿到证据的话 你也很难 就是在现在的法律 出发 这是一个非常 不管是台湾 也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对 而且他那些 在网上留言的很多人 他可能就是一个水军 他人根本就不在台湾 你即使抓到这个人 你知道他就是一个境外的IP 你也拿他没办法 对 如果我是一个 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写台湾的 这个治安很不好 鸡蛋很贵 那你抓我的话 你拿什么法律来判我 我人也在中国 对 对 所以这个 吴先生这个认知作战 在社群平台上发生 能不能跟专门 就社群平台的状况 做一些讨论 特别像演算法 如何加剧了这个认知作战的问题 某一些像 抖音 TikTok 他的演算法又很特别 跟别人不一样 他使得这个认知作战的问题 变得更严重 那中国认知作战 真的对台湾选举 比方举个例子 对台湾的2024年的大选 有产生影响吗 这个认知作战 我刚刚前面这个讲得很好 就是说我们石板先生 那我们的确抓到这个人 是解放军 实在对他也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五年之间 不止我们 国际上非常多的智库在做这些研究的 或者是甚至社群媒体平台本身 你就会看到他们慢慢在撤退了 因为过去这五年之间 可能抓了非常多的这种 中国的网军 下架了很多的这种账号 可是层出不穷 那像Google去年 光是去年一年 他就下架将近六万个频道 是他们认定是跟中国的直接官方有关 在进行的这种不实操作 那更不要说Facebook 他去年 这五年之间 他大概发了500篇报告 关于这个俄罗斯 伊朗跟中国的这些 不实的这种资讯操作 那但是这个 要把这个政府单位 或者是不同外国的政府 做这个 就是阻止他们继续这样做 真的是非常困难 那社群演算法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认知作战 就像刚刚石板先生说的一样 就是他是真真假假 他有可能是用真的事情 但是他要片面的 或是要带一个风向 那这个是共产党最擅长的 讲白了就是说谎 他们对他们自己国内的人说谎 那非常的成功 这70年来 那他不只说 他之所以可以成功 就是他不只说谎 他还同时阻止别人说真话 所以他做很多这种媒体馆 有人说真话 就把你这个消失等等 那所以在民主社会里面 本来他做不到这件事情 本来就算他的谎言进来的话 因为你这个民主社会 有言论自由 你有很多不同的这种 资讯的管道 那本来每个人他有机会 被暴露跟接收到 不同的这种资讯 就好像我们电视台 做政论节目 做新闻 他要平衡报道一样 但是社群媒体演算法 其实是把每一个人 关进了他演算法里面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bubble 所以每一个人接收到的讯息 就是演算法以为你会喜欢的 那不管是Facebook也好 或是其他的这种平台 他就是不断的就是加剧 你只会看到跟你 想法类似的 或是你喜欢类似的东西 那久而久之呢 这个就成为他 变成一个很好做认知操作的 这个平台 因为在这个 等于是用这个社群媒体演算法 给每个人创造了一个 他自己的平行事件 是 他自己的这个多元宇宙 那所以你在这个宇宙里面 你就会觉得 我每天收到的都是这些 美国很坏 民进党很坏的 那你当然久而久之 你会觉得 这个是真的 对吧 那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是利用了人 一个很善良的 这个本性 所以我觉得大家先认知到这一点 就是说 即使今天有一个人 他想的 他受这些讯息影响 然后他把这个 跟你的认知完全不一样 但是他的出发点有可能是 他其实也是一个好人 对 就是他是一个 基于就是觉得 怎么可以有这些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 像这个 我们有写在书里面的 像这个2016年 在美国这个希拉蕊 跟川普选举的时候 有一个阴谋论 就是说这个有一个披萨店 这个披萨店里面 是恋童辟者 在就是贩卖儿童的 那就是这个阴谋论 盛宵成上 说跟希拉蕊有关系 直到最后是有一个男的 他带了一把枪 冲进去那个披萨店里面 说他要去拯救那些小孩 那在 当然他是后来被关了 但是在他这个人的故事里面 他不是坏人 他是英雄 因为没有人 要去拯救这些小孩 对不对 所以他相信了这些 所以我觉得大家 也是我们希望能够 跟社会来沟通 就是说这个 跟你相信不一样的事情 立场不一样的人 他有可能不是坏人 他有可能也是站在 想要为台湾好 想要台湾就是和平 安全等等 这些立场上面 那我们至少找到 这个共识以后 想一个办法 是可以再进一步的 去沟通跟去对话 所以我觉得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 让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创造一个多元的 接收资讯的环境 而不会像我们在这个 平行宇宙里面一样 那就是好像我们活在 每一个不同的中国 就是每一个人活在一个 不同的被媒体管控的 这个圈圈里面 就你的观察 2024年的大选 中国认知作战 对台湾选举产生影响吗 影响力 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做调查的 跟研究的 需要一个很长期的 跟很多经费的研究方法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 大概了解一下 这个关联性 没有办法直接说有影响 那去年 今年的总统大选 年初的时候 选前一周 我们自己有做一份民调 电话民调 那这个民调里面 就是我们去问一些 常见的像是以美论 或是一些认知作战 常用的一些论述 来了解一下说 台湾的民众相不相信 买不买单 这些叙述 那其中我们看到 其实比较大的隐忧是 我们的这个蓝绿 白的支持者 是真的分化的很严重 那比方说 如果谈到说 像是这个 有一题我们是问说 你是否觉得 民进党跟共产党 没有区别 那台湾缺乏言论自由 那当然民进党支持者 百分之九十几 是不同意的 但是在国民党的支持者里面 有将近七成 是认同这样的叙事 那民众党也有过半的支持者 是相信这样的叙事 那当然跟其他的 以美论有关的 你也看到非常巨大的差别 那甚至我们有问说 你觉得乌尔战争 谁应该要为乌尔战争负责 哪一个国家 那我们看到国民党的支持者 跟民众党支持者不一样 那国民党支持者 有将近五成认为是美国 要为乌尔战争负责 那也是最高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 显示说 就是我们的确在台湾里面 有一些选民 他是受到这个 他的这个 对这些议题的选 他对这些议题的看法 其实是跟中国认知作战 他背后想要传达的这些论述 其实是一致的 然后这个一致性跟同步率 是越来越高 所以吴先生 这个TikTok抖音 为什么这么危险 台湾是不是应该禁止 美国国会通过法案 说要禁止抖音吗 禁止TikTok 台湾是不是应该选美国 也通过法案 禁止抖音和TikTok 当然现在国民党控制立法院 应该是不可能 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先讲美国好了 在美国跟台湾一样 都是非常重视言论自由的地方 我觉得台湾有解释 毕竟我们是曾经有民主前辈 像郑南荣这样子 为了捍卫100%的言论自由而自焚 所以在台湾 动辄只要谈到这种管制 都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弹 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他们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意 但是TikTok 我觉得这个讨论在美国 也是有很两极 直到后来他们想要ban的时候 TikTok其实是 mobilize他的user 在他的平台上面 要求他的使用者打电话给美国议员 这个其实反而让很多本来不支持 或是没有那么同意要禁止TikTok的这些人 就是议员 就马上觉得这是一个警钟 因为这个等于是外国势力 或是一个国外公司 可以控制的社群媒体 它可以用来影响我国的政治 我觉得台湾也必须要认知到 这个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我看TikTok比较像是 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我们今天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 如果我们要讨论公共议题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网路也没有手机 我们在可能2000年以前 在古希腊或是这种地方 然后我们是所有人要亲自到一个 像大巨蛋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吧 结果我们台湾人要开会 要讨论我们的公共事务的时候 我们不是去大巨蛋 我们是去到北京的鸟巢 那是由他们来做主持人 他们可以决定 这位先生只能讲两分钟 你可以讲两个小时 或是你的麦克风 只有两个人听得到 那个人的麦克风 20万人听得到 它是这个演算法是人工的 它不是一个自然从临法者 对吧 所以它的这个是 有人可以去操控 它可以决定 我今天在这个平台上面 要去promote哪些的关键词 哪些议题 我不要让它被看见 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政治 跟公共事务的讨论 放在一个TikTok 或者像这样子 是由中国企业 中国政府 可以来控制的这样的一个 平台上面 那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那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娱乐跟文化 对不对 那这个娱乐跟文化 其实久了 就是要让大家觉得 其实中国 中国看起来没有这种坏的意图 那中国人当然是有很多好人 这无用自已的 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共 对吧 中共不会在抖音上面给你看到 他们平常开会 或是他们做的这些 跟人权侵害有关的事情 中共不会让你看到 那你看到的都是中国的 普通的老百姓 那当然很多是好人 对 但是久了你就会因为 这个文化跟语言的亲近性 然后失去了对这个国家 他的这个统治者的一个戒心 一个本质的不同 跟这个脸书跟YouTube 跟这个Google这些推特 本质的不同 就是抖音和TikTok 它是中国政府可以直接控制 对 中国有明确的法律 像这种公司是 第一他们都有党委会 第二他们都有政治审查员 第三他们的任何的这个data 收集来的资讯 都要直接向中国国安单位报告了 所以其他那些美国的 我们平时用的社交平台 它都是私人企业 它不会向美国政府报告 它的资讯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本质的不同 是 对那这些公司 尤其是在中国做媒体 摄取媒体 网络 这些是特许行业 不是每一个人随便都可以做的 那党支部也是 你党支部就是共产党的官员 还不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官员 是共产党的官员 进到你的这个公司里面 去审查你的这个言论 是否符合他的意识形态等等 那这个是我们在 所有其他西方的媒体的 这个社群平台上面 你不会看到的 那所以我觉得今天 常常外国人问我们说 这个TikTok大家怎么想 我也会举个例 如果今天TikTok的母公司 不是中国 是在俄罗斯 那我们今天可能早就停止这个讨论了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这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绝大部分的国家 对中国的 中共的本质 并没有那么清楚 是 那中国当然对其他国家 也进行认知作战了 刚才讲绝大多数国家 对中国的 中共的本质 没有认知那么清楚 但是中国 可见中国大外宣是有效的了 在某些地方的确是非常有效 就像我前面说的 就是他要去分化不同社群的人 那在对其他国家的时候 台湾以外的地方 他绝大部分是分化国与国之间 那比方说在南美洲或是在非洲 他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媒体的投资 跟当地的媒体合作 或者是在当地直接办媒体 或者是 透过一带一路等等 这样子去宣传 不只宣传自己 也会去加剧就是 那个地区对 可能有一些殖民历史 像南美洲 非洲有很多地方 他是有殖民历史的 但是他就会去强化那个殖民的历史 来去营造反美 或是反一些西方国家 或者是像现在是反北约 等等的这些言论 那事实上在我们这个区域 我们也有看到 因为我们现在跟印太地区的 很多国家的这个公民团体来合作 就是来做这样的联合的调查 那比方说最近我们看到 就是在韩国 就是也有中国的企业 卫装成不同的新闻媒体 制造了非常多新闻媒体的网站 然后同步的散布一些 这种阴谋论 比方说其中一个阴谋论 是大家可能去年也有在台湾看到 就是说美国在韩国制造生物武器 就是盖这个生物实验室 盖生物武器 那去年我们也看到台湾 也有这个 那这其实很特别 如果我们只看到单一的讯息 比方看到台湾的 那可能有的人他就相信了 觉得很严重对吧 可是如果你把这个讯息拿出来 跟在同时间在全世界各地 它是一个 你就会发现它是有一个pattern 它是有一个固定模式 对 有个固定模式 鞋法都一样 当我看到就是这个 韩国也有什么国家都有 当我看到可能100年前 这个俄罗斯就在 欧洲很多地方讲这个生物实验室的 这种阴谋论的时候 你放在一起看 你就发现这个是一个剧本 它其实背后是有剧本 它有目的 在投资在这些论述上面 石板先生 不知道有没有观察 这个中国大外宣对日本的渗透 的效果怎么样 说真的也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说相比台湾的来说 毕竟还是弱得多了 我觉得日本的话 首先日本的跟台湾不太一样 日本就是说有五大报纸 或者六大报纸 然后电视台也只有四五个 就是基本上是媒体的大集团 当时是经过淘汰竞争的 所以说这几个大集团 他们互相的 就是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的观众群都很大 所以说基本上 他们双方的意见 就是说赞成反对 都会放在一边 所以相对起来 日本的电视台跟媒体 跟电视跟报纸 又是一个电视台 结合一个报纸 有这么组成媒体集团 所以相对的社会信息比较高 所以在网络上的 所谓的假消息 如果没有经过大的媒体的验证的话 基本上相信的人并不是太多了 我觉得这一点是在中国 另外一个还有语言的障碍 就是说在 比如说我过去在产情新闻 我写一篇批评中国的报道的话 下面就有很多跟帖 来反驳我的文章 而且说我的文章是假的 错误的等等 但是说那跟帖的日语 都有点怪怪的 所以说这个日本人一看就知道 这个不是日本人常用的语言习惯 所以说这样的话 就多多少会有一定的限制 但是说某些意义上还是有用的 比如说最近中国的外交官 包括驻日本的吴江浩大使 还有驻大阪的总领事叫薛健 他们就不停在日本媒体 还通过写信 就说日本支持台独 日本有一群日本的右翼政治人物 想把他日本绑在台独的坦克上 就再次把日本卷入战争 他这种话虽然说的 就是说危言耸听 但是在日本的一些左翼团体 在一些就是评审 批评日本自民党的人 或者是因为日本几十年前的战争 对整个民族和国家创伤很严重 所以日本民间的反战的情绪非常非常大 所以说这种认知作战 就是说比如说上一次 爱卿德总统他就任 就任的话 日本来了三十多个国会议员来祝贺 当时吴江浩就接受 中国驻日本大使就接受媒体 就说要绑在战争 要把日本带入战火 然后那个大阪总领事 也给日本国会议员都发信 恐吓 就好像日本在支持台独 但是台湾总统就任 日本的国会议员出席 这个是行之有年的 相当长的有历史了 另外一个这些出席 总统就任 跟支持台独完全两回事 但是他就通过这么 稍微操作一下 就是爱卿德是台独分子 他怎么样就支持他 用这种方式非常简单的 然后去恐吓日本民众 就是有一些人随之欺负了 有一些人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分化日本 他找到一个非常巧妙的地方 我觉得他基本上不成功 但是偶尔的也会成功 一旦成功的话 就会对日本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是 最近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中国政府 假造日本外长的讲话的内容 对 这个我觉得 它是所谓的认知作战 这个是相反 就是说日本的外相 上川阳子和中国的王毅见面的时候 然后上川阳子 就是他说话 就是说日本的对台湾政策 没有变化 和以前一样 就说个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然后中国的新华社的发表 就是说上川强调 我们不支持 我们就是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反对台独 就把这些东西 没有说过话 硬塞在这上川阳子嘴里 但是这个不是说最近的认知作战 而是 我觉得这属于中国的大内宣 因为这种做法已经行之有年 就是说多少年前 我从事中国报 多少 每次都这样 就是中国 日本没说的话 中国会说 但是当时 我们去向日本的外国省确认 日本外国省就跟我说 他说我们上川 日方政要的发言 以日方的发表为准 对 他也不否定 这过去等于说 被中国吃豆腐吃了很多年 但是这一次 日本跳出来说这个话 我想某种意义上 一个是忍无可忍的 一个是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 再有一个 我觉得也许是有一些 美国的压力 也不一定啊 但是他 他把这个否 把多少年 其实日本就是放置不管的 反正因为中国外交部的发言 放在外交部的网站上 就是写在中国的人民日报上 反正是中国人在看嘛 你中国人看我就不管了 但是这次专程提出 我觉得这个是日本政府 都发生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 吴先生 我们回过头来讲 面对中国的认知作战 台湾可以如何反制 这个 台湾从国际社会上面 有没有什么可以 借尽的地方 你们的经验 这五年观察下来 台湾有些什么办法 可以比较有力的 抵抗中国的认知作战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 出这本书跟 就是我们的很多工作 当然也包含就是一些 政策上的这种倡议 那其实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要先能够定性 跟我们能够 像扑马常常说的 就是这个 要能够建立 很好的这种 敌我意识 那从那个往下 我们才能够去谈一些 具体的政策 那现在是 谈到认知作战 大家觉得 我们如果政府要来介入的话 是不是要来审查 所有人的这个言论 那其实不是我们要针对的 都是这个境外的 来自不同境外的 而且我们怎么防堵 这些 这些这种攻击 或者这种有付费的 有资源的 就是这个协同的 进来的这种 散布这些假讯息的 这种行动 那所以我觉得 面对认知作战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我们大家要想的是说 中共把认知作战 当成是他们的一个战争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的一环 事实上在解放军的 这个期刊里面 有大量 尤其是这几年 大量的这种论文 他们自己发表的论文 就在谈说 怎么用这个智脑权 怎么用这个认知作战 来就是影响其他国家 他们根本不忌讳 在讨论这些事情 而且他们在研究 各种怎么样有效 怎么样不有效 他们有发钱的 他们有国家的预算进来的 他有编制 他有发包出去 他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单位 在做这些事情 习近平好像最近也有主持 中国人民解放军 成立这个信息作战部队 没错 对啊 那就是 完全是国家层级的解放军 的这个一个 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队 来做这种认知作战 对而且他成立那个机构的目的 还包含就是他要整合民间企业 收集到的不同的这个不管是个资 隐私或者是各种情报 还有就透过这些不同的民间企业 社群媒体平台 或者是这些更小的一些网路 网站能够把他的讯息再统一的拉出去 因为他把这个拉成他战争的 这个战略的一环 那如果他对我们的对手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我们的对手如果把这个当成是他的武器 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攻击的一个手段的话 那我们要问的是 那我们如果是1比3 1比5的防御 跟攻击的成本 那我们要花多少钱在这上面 对吧 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 我们的国防预算 或是我们国家在做这个 全社会任性的抵抗的时候 我们是准备投入多少的资源 在抵御的这种认知作战的上面 那我觉得从这个上面来想 那其实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那所以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 第一个我们没有正视这个是一个战争的手段 那他有很多是讨论言论自由跟媒体有关 但是我刚刚前面提的就是 他其实比较多是在网路平台治理 或者是跟社群媒体平台 怎么样来合作 来阻止这些 不是真实的用户 或者不是台湾人的 假冒台湾人 然后再散布这些讯息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整体的国防的战略上面 怎么把这个认真的当成是一个 战争前期 我们需要抵御跟防御的项目之一 对 当然反过来 中国最近不是在推这种 什么网上认证 认证号 什么网上的上网要有各种卡 等于是说你的公民身份证 然后还要有一个上网的卡 上网的认证号码 你才是能够实名制的上网 所以在中国是不可能像我们台湾 比方说组织一个网军去进攻中国 就不可能了 因为每个人在中国的网络 都是实名制认证的 我们组织一个网军去做认知操作 攻击中国没有用 因为中国人民影响不了中共政府 因为他们不是民主国家 为什么对民主国家有用 是因为我们会投票 我们可以替换我们的政治人物 那就算中共 中国14亿人 12亿人都觉得不要打台湾好了 中共想打的话 他就会打了 对吧 所以是他们人民 影响不了他们的政府 那我们去骗他人民 也没有什么意义 对 那当然我们身为民主国家 我们我觉得这个中国 像习近平或像普丁 他们愿意投资这么多钱 在说谎 或者是对他的人民说谎 或者是做大外宣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觉得人类是很好欺骗的动物 那我们作为民主国家 相信言论自由 相信多元的社会的公民 我们就有这个义务 要来证明他们是错的 当然了 这个我们知道 中国中共就是一个大的诈骗集团 那台湾一般老百姓 这几年下来对于防止 一般的诈骗集团 什么网络诈骗电话 已经有一些经验了 虽然还是不但有很多人 被网络诈骗电话骗到 但是一般老百姓 已经有一定的警觉性了 那一般老百姓 可以怎么防止 反击中国的诈骗呢 当然第一上来 可以先读你这本书 这个我也同意 除了读你这本书以外 一般老百姓还有什么办法 可以反击中国的诈骗 我们这边想要跟大家 沟通的观念 就是说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理解到 就是被诈骗的人 他不一定是笨 或者是他不一定是没有受过教育 或是不一定是老 就是各式各样的人 每一个人在座的你我 都有可能有机会被认知作战 或是被诈骗集团 或是被这些谎言欺骗 因为他就是冲着你的 内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 可能是你最有正义感的那一块 最容易你会生气的那一块 最容易你会觉得 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或者是你会 有情绪反应的那个部分 那中共或者是 我们做这些认知作战的 那些单位 他们就是24小时 在做这件事 这是他的工作 所以他们是专业的 所以被骗的人是理所当然 所以就是并不是被骗的人的错 所以我觉得台湾一般老百姓 第一个要认知到的是说 我们不能再去责怪 我们周遭的彼此 不要把这个手指指向我们自己 或是尤其是受骗的人 就好像被诈骗集团欺骗的 那些受害者 那他们也许有人会说 他们就是贪心 他们就怎么样 其实不是 是因为诈骗集团知道 怎么样抓住你的弱点 那所以对抗诈骗集团 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断地去揭露他的手法 以及不断地垫高 他要做诈骗的成本 那这就是我们这五年来 一直想要做 也是出这本书的初衷 就是我们希望 透过揭露更多的这种手法 所以你下次看到 这个好像是上次我看过的剧本 那是一样的套路等等 那你就会有警觉心 这跟诈骗集团一样 现在如果有人打电话来 跟你说 妈我被绑架了 对不对 那这个可能是早年在台湾 30年前40年前 最流行的诈骗集团的手段 但是现在骗不太到人 是因为太多人听过这个手法 而且这个社会 我们增加了很多 他要进行诈骗的成本 像是在金管会 或是在其他的银行端 就增加了很多这个成本 那当然还不够 因为现在诈骗进到了网路 越来越猖獗 所以我觉得可是 他的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增加他的成本 做诈骗的成本 以及就是增加我们人民 对这个他的手法的理解 以及不要去指责被害人 因为你一旦指责被害人 被骗的人 他就不敢讲出来 他被骗了 所以很多我们看到 诈骗的受害者是 他根本就不敢讲 他被骗了 不敢跟家人讲 不敢跟这个儿子女儿讲 所以他就越骗 越陷越深 越被欺骗 所以这个也是认知作战的一样 所以如果当你的父母 或是你的子女 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 跟你分享了一个讯息 马上就被你骂了 他以后就不会来跟你分享了 那当然你们就没有办法 就是甚至连感情都会破裂 那我觉得这是 这正是我们的敌人 想要我们做到的事情 希望我们分化 所以一般老百姓 我就建议就是 我们要把这件事情 稍微de-escalate 然后真的去关心 我们身边周遭的全 那意见不一样就不一样 但是不要让感情都没有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吴先生 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